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获得另一批合同后于2021年的开始表现活跃 包括 1.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旧项运营与维护ONM合同 2.马来西亚的一项工程、采购、建筑和调试EPCC合同 以及 3.印度 最近一批合同将确保到2035年的长期可持续收入 马来西亚ONM和EPCC合同中 由于工作范围的性质被排除在大马以外的 其余8份ONM和ICT合同总价值约为1.358亿美元 约合5.482亿美元 此举是未完成的订单 保持在约187亿令吉 自2020年12月初以来相对未变 相等于4.1倍的订单 覆盖率于19财年45亿令吉的收入 在取得最新胜利之后 我们对18Dynamic的前景保持乐观 这得益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复苏 在布伦特原油价格徘徊在一桶50元以上 我们认为 复苏将为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提供调动其资本支出和运营支出的空间 到2021年月中旬 美国的原油赚紧平台 已经增加将近300台 略低于2020年10月的200台 再要是 未完成的订单中 约有88% 人属于ONM和EPCC部门 其余12%属于ICT部门 因此我们认为ONM和EPCC部门 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巩固和集团的增长 在2亿财年贡献超过80%的总收入 我们注意到与Super Atma签约的5项 与电力相关的ONM合同 证明了Super Dynamics能够确保 非石油和天然气相关工作 估值与推荐 一 建议合同 中标数量 在我们的预测之内 因此我们没有对收入预测进行任何更改 我们维持对Super Dynamics的买入建议 目标价 维持在 2.4亿令吉 我们的目标价是通过 将13倍的目标 是盈率与其202亿财政年的18.5EPS保持不变而得出的 2.继续将Super Dynamics视为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以其坚定的订单部为后盾 该订单部包括来自本地和海外的数十个工作岗位 这些工作岗位将提供长期盈利和坚信 以及该集团不断努力向多元化发展 产生经常性收入的业务 3.我们建议的风险包括未能完成订单 在2亿财业年末之前达到171令吉 同时 令吉对美元 汇率走强可能会影响集团的盈利 因这对集团的收益产生负面影响 反之亦然 因为现有大部分订单都是从海外获得的 如果你喜欢这样介绍 请订阅Joses Kelly